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項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鎖頭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項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西日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今節我們講講澳洲 我們今早也講了中國人是怎樣看澳洲的 之前也講過澳洲人是怎樣看中國的 今節我們就講講澳洲人真真正正最信任的 或者最喜愛的領導人是什麼人呢? 他不是來自澳洲的 原來就是來自澳洲的好兄弟好倫邦 論國新西蘭 他們總理沙麻真 阿德恩就被澳洲人選為最喜愛的領導人 根據一個研究所 那不是澳大利亞政策研究所 是我講過堅的那個 是洛英研究所 我們之前講過那個 這個是真的做學術的 Loy Institute 其實他就對澳洲人進行年度民意調查 新西蘭總理的支持率是有91% 那麼相信他? 是啊 三年來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每年都在參與 平比的領導人當中 獨佔額頭 今年 他的人氣更加創下了新紀錄 原來他在三年貫 根據這個洛英研究所的外交政策主管 Carson 女士說 更加多的澳洲人對於新西蘭總理 比他們自己的總理 Scott Morrison 莫里森摩總 更加有信心 由此可以看到兩個國家親密的程度 但是我們總理經常罵人家 經常罵人家 罵新西蘭的人 需要你做雜糧嗎 我和中國關係不好就不好 不用你做調停 而且還想新西蘭更加跟澳洲 狂中 阿德恩就是新西蘭的總理 甚至超過了奧巴馬創下的支持率紀錄 2014和2015年 一項類似的問題 調查當中 奧巴馬的支持率 分別是88% 88%和86% 很少可以看到 支持率是破90%的情況 真是非凡的成就 澳洲人 認為 阿德恩 這位新西蘭總理 熱情 善解人意 直接了當 還有一件事 在澳洲一定要學習的就是 不參與 兩極化的政治 澳洲人也很明白 是的 其實我都說了 如果一極端就麻煩了 還有很多澳洲人認為 政客有時候 效率低下 當他們之間產生分歧的時候 看問題就很有差異 而且很有偏見 澳洲人見證了 阿德恩總理應對基督城的慘案 有一位澳洲籍人士在基督城 令很多穆斯林人離開了 還有 應對新冠的過程當中 澳洲人覺得 阿德恩 處理這些危機的方式 激發了很多信心 所以 覺得他才是最好的 調查中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對每一位領導人 以正確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事務 有多大信心 其實 63%的人就說很有信心 高於去年的52% 28%的人就說 少少信心 另外 第二受歡迎的 國家領導人 居然 是拜登 但是數字都差多遠 69% 德國總理和摩總 就排第3 其實都是流 第3要和別人並列 德國總理 默克爾 澳洲總理 莫里森 摩總 就排第3 67% 最後一位 大家知不知道是誰呢 來自 白頭山的血脈 劍俊 金正恩 朝鮮頂導人 劍俊俊 其實 就以5% 得票 排拉美 當然 他們覺得 為什麼他們那麼崇拜 白頭山血脈 不是 是排拉美 排拉美 是啊 排拉美 只有5% 當然 這個也正常 正常人都覺得白頭山血脈 是比較奇怪 比較誇張了一點 是 就是 他的家族是乖乖的 沒什麼的 調查還讓澳洲人 為自己對其他國家的 熱情 排名 從0到100分 澳洲對於新西蘭的 排名 對於新西蘭人 有87分 覺得 會對 新西蘭人 熱情 正常 鄰國那麼近 比較相近一點 所以是最高分的 這個 洛伊研究所就覺得 澳洲人認為新西蘭 在國際上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好的兄弟 在這方面 居然是遠超美國和英國 另外想起美國對加拿大也是差不多 是啊 對於這麼親密的美國 是因為小國 還有近 大家比較理解 大家對大家的文化比較理解 我覺得 另外 剛才說的最好的朋友兄弟就是新西蘭 第二名是BNO祖國 第三名居然是日本 德國第四名 太平洋中賭國就是第五名 美國就看不到他的排名 哈哈哈 其實呢 雖然魔種是耿耿美國 但是可能很多澳洲人都覺得 知道你呢 找我們品實 做難投出 嘻 是吧 是呀 其實呢 其實澳洲人 表面上粗魯 心很清 但是又喜歡魔種這種人 是很奇怪 是啊 幾矛盾的 另外呢 有人就說 為什麼魔種 排名比較低呢 人家說他 比較前後不一致 即是一個古惑佬 沒錯 沒錯 我看到我有一個 認識的 華人的 伯母 其實他一直都是投開這個魔種政黨 但是他覺得 這傢伙很假的 他跟我說 我最記得 他 上個月 5月21日的時候 出軌了份 預算案之類的 那些 那麼 馬總是有微信公眾號 馬上出來有篇中文文章 之後 發出了一張照片 就是 和聯邦議員 尿善娥 這位 來自香港的 不過他是潮州人 去到 蜜爾本的唐人區 就發出了一張照片 肩膀就搭著一位 唐人的老人家 開開心心的拍張照 他還說 好高興 昨天 和尿女士一起回到 博少 這個地方 我是2020年 特意來這裡了解 各個 華人社區的狀況 他們繼續 很歡迎我回來 多謝他們 我會繼續為他們做很多事情 嘻嘻 嘻 原來他就去了當地的老人院 即是說了 當然我們唐人都是很熱情的 沒有理由給你一個黑面 過門都是黑 有些人就說他競選承諾就走數了 因為魔仲剛剛競選的時候就說 競選承諾了什麼 我也做到什麼 那 你有多少競選承諾 其實最大一個承諾就是 相關疫苗接種 群體免疫 6月底 現在幾好 還有 差不多6月底了 現在可以說6月底 6月中下旬 又說 多數澳洲人可以 打到疫苗群體免疫6月底 沒有這回事 是不是 現在接種了第3劑的只有3% 很差 真的很差 台灣更差一點 台灣是第1劑 但是 澳洲 澳洲這樣的樣子 他不怕的嗎 因為據我所知 他好像開始 Delta在澳洲爆 是呀沒錯 這樣說 他怕人做什麼 他到時有奶的 有辦法的 他有 你要記住 他是有 媒體 在手 是吧 到時媒體 哎呀 最壞 然後又說 我幫他想 現在爆得這麼厲害 證明了一件事是甚麼 一定要做好索源的工作 所以 我們要繼續調查中國的 確實是這樣 是嗎 是不是 這樣說 很容易 其實澳洲 我都猜到他怎麼搞 另外 有些人 為甚麼覺得 澳洲 不如 澳洲 不如隔離 新西蘭總理 阿德恩 因為防疫做得不好 因為我們的 隔離酒店的確確有很多漏洞 這樣說 而且 澳洲 悉尼 又是正在爆 我最記得 那時候 新南威爾 市州州長 他是摩總黨友 他說 如果讓我管 維多利亞州 我就不會 要封城 又不會那麼多 人染疫 誰知道今天 又到他了 都說的了 你不要胡亂說 最後可能是搞自己的 尤其是現在很多事情 其實 是很難測的 誰說得最大聲 到時那個就會 燒自己的屁股 台灣 台灣現在就變成了全世界的反例子 笑到我剪掉了 就是說台灣可以幫助 還有 現在是台灣的 還有就是 超前部署 這個真是世界笑話 什麼 陰陽未判 不是 時陰是陽 是時陰是陽 那早上 規矩說得出 這個真是笑死人 所以 我就覺得 不要這樣 現在你這樣搞的話 最後還是害到自己 所以好像這個 新南威士州 州長就吹大了 說我去那裡 一定不會這樣 現在你比墨爾本更慘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 從政就是 不過從政是 不過有時候你都要講大一些東西 不是怎麼騙算票 是不是 Anyway 我們都看到 這個新西蘭的 總理 形象也做得好 形象工程 起碼沒有魔總那麼7 不是的 我們覺得他7 可能 不過澳洲人覺得他很帥 很英 是啊 覺得他夠狡猾夠賤 是啊 我都說過 之前我讀過一篇文 分析過一篇文 就是來自 澳大利亞 前澳大利亞駐華大使 瑞哲瑞他就說 某種根本是穿著國王的新衣 不過他 不過在媒體的媒體幫助之下 就覺得他妖武揚威 嘩 G7 其實他 其實他是一絲不掛的 你看 小杜魯多也免得理他 也有什麼理他 不過小杜魯多會這樣想 都是那句 你又不是G7 跟你說那麼多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跟你討論 你的肚腦 是啊 你的肚腦 哎呀 我是帥哥 高富瑞 說真的都算是高富瑞 你這個傻丙 是啊 起碼我不是監等仔 我是來自尊貴的法蘭西 是 那你沒辦法 是 好了 那麼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 拜拜